带着三个仔仔来寻山的云朵妈妈 三个宝宝都好有秩序呀 没有插队的 整整齐齐地跟着妈妈 除了云朵妈妈会白一点 三个仔仔是一个比一个黑呀 三个仔仔当中 许梦和奥宝是云朵亲生的 圆福是知春的孩子 现在是跟着干妈云朵的 云朵还有一个大女士巧悦 现在在重庆永川 跟青花青鹿爱连他们在同一个熊猫馆 每乡天天家的三公子贝贝又在挖美了 贝贝对于黎巴玉的这种喜爱程度 跟小将是不相上下呀 小将呢 基本上就是常年累月都是在冒冲棕熊的 贝贝有时候还会洗澡洗得白白的 但是小将呢 基本上就没有见到它白的时候 避风峡这边 挖美炸矿集团最兢兢业业的员工肯定是小将了 贝贝努力干活的时候也是可以拿一个第二名的 还是我们的香香公主比较优雅 现在都没有穿上避风侠的校服 依然是白白净净的 现在香香的眼睛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去年有段时间满冲烟也是有复发过 这只是泰山的儿子白凤 黑背带跟荷叶还有一点像像呢 白凤可是一个攀岩高手呢 中心的三个熊猫基地 避风峡这边的场地是最大的 每个院子都有一个大山头 树木和灌木纸备也是最茂密的 总结起来的话 就是他们居住地的一个自然环境是最好的